今天这期的主题就是说 我为串狂 考察一下大家被考熟的过程 这途中是哪国的题啊 你不问几分钟试完 大家不要太在意分数 如果考试不及格呢 就扣工资 同大为官越来不过 同大为官越做客参天 就老板跳脾皮 大为在认识官越之前 谈过几次恋爱 这是什么 说说说 一起在洗澡的时候吧 他老盯着我看 佛侯每次来家里喝酒的时候 也没讲过这些 不是那个说了半天 吃烤串点事的 师哥我请你吃饭 冗师的大方请客吃饭 徐师哥痛斥心扉 我觉得他招待我们吃东西 肯定是那种老北京的这种风味 什么炉煮啊 窩窩啊 爆毒 炸的面烤肉来了 地道的东北尼炉烧烤 就这么一整排放上去 哎呦后面还粘着纸 哎呦天呐 你告诉我熟没熟 他不能吃太熟的 因为他肉够不齐 同大为 划划划划划划 对不起我们这个 实在准处节目 完全就不下确认了 主老板突袭 人工考课 考场请求生连连 没有翅膀 没有翅膀 翅膀没了 了 这是鸡屁股house 这是鸡屁股 这是鸡屁股 明镇呢 味道怎么样 今天21点20 苏宁一够10的种图 我会创狂 精彩内容马上来了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 我说姐 咱们都说好明儿上班嘛 干嘛呀 今儿老板给咱叫过来 下午还有事呢 那有啥呀 早点回来就不用在家里 那家里人老盯着要相亲了 可是把你得 看你美那个粗 你知道吗 不过说真的 老板太抠门了 过年到现在一个红包都没放 行了 你们都知足吧 我都连着给他拜了六天年了 天天拜年 老板 恭喜发财 祝你开心 祝你来年长头发 该说的都说了 不该说的我都说了 他叫哪人 跟你说 其实这样啊 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老板 这种高瞻远瞩 正所谓 头发长 你就见识短 做人不会往后看 知不知道 你画风变得太快了 也肯定是有一定原因的 所以说我赞同你的说法 对呀 老板 老板 老板是什么 看起来我们是员工 老板是领导 是打工的 其实老板是我们最大的打工仔 对吧 坚决拥物 一定要拥 演 这接着演 老板来了 接着拍 啥时候来了 对啊 没看见东西是吧 我今天把你们叫过来的主要原因 就是担心春节长假 大家的状态都懈怠了 没有懈怠 那你们来喊一个口号 实在拥头 拥备上班 来 准备 一杯 开始 拥备 拥备上班 你们还真不懈怠 现在有一个难题摆在我们面前 春节过去了 我们拿什么菜单给客人 问你们 年前吃什么 年后还吃什么 哪有这么多事啊 你不动动脑子呀 大过年的大鱼大肉全都吃个遍了 现在还给大家吃这些 谁都吃吐了 那我出主意 咱就以后让他们来就喝白开水多了 白开水 亏你讲得出来 你把客人当恋人 让人都喝热水 活该你单身 老板我知道了 让他们吃白米饭 白米饭是人类最不可以缺少的粮食 我看你长得像吃我们餐厅白米饭的 老板这太挑剔了 你说这刚一上班 老板就给咱们出考题 就考咱 等会儿 你说什么 考咱 什么咱 考 考 对了 考 就让他们吃烤串 同样的食材 给他们换一个吃法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吃正习了 给他们开开小灶子怎么样 还真是啊 这办法更用吗 可以啊 老板发财 你这一灶子能不发财呢 哇 发红包 发红包 发财的发红包 是你了 我了 真没红包啊 想出来的红包 还是有红包的 好不好 真不少 咱们就给我们的客人去准备烤串了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老板 那当然了 有红包就有动力了 实在囱图 准备上班 上苏宁易购APP搜实在囱图领现金红包 本节目由苏宁易购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这一刻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OPPO RGS特约播出 让我们掌声欢迎大生活家 总老板徐峥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囱餐厅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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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今天呢 我们囱餐厅呢 进行了一个新的环节 这环节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 这是我们员工日常要进行这个培训的 各位员工 我们囱餐厅的口号是什么 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蔫了呀 啊 你说考试怎么都感觉常未言犯了啊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你们精神到哪去了 你们斗智到哪去了 哪有什么口号的 啊 这除了是哪国的题啊 这是我们考试题啊 你们考试的题可以 你要除的是我们学习范围以内 我告诉你们 我们囱餐厅出这个题啊 就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员工的素质 今天这期的主题叫做 我为串儿狂 所以呢就是想摸一个底 考察一下大家对烧烤的了解程度 考试的结果不重要 就是希望通过考试这个形式 让大家在思想上重视起来 大家不要太在意分数 如果考试不及格呢就扣工资 这不还是挺在意的吗 这不一样吗 这题目多简单啊 简单什么呢 你听听同学们也听听 请说出自然的拉丁名 以及他在植物分植物分植物 冲了冲了冲了 以及他在植物学分类中属于哪 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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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给药口链了就等了 行了宝哥 那谁能知道啊 宝哥你别往心里去了 您看我这题 什么题这个 听立题啊 听立题 请从下面听到的两种滋滋声中 选出哪一种是烤五花肉的声音 你听不出来吗 这谁听得出来啊 来来来放录音放录音 第一种 这好像是杀尿的声音 怎么是 第二种 第二种 你看又是杀尿的声音 这个比刚才憋得很 这个我是吧 那你的题是什么 老板我就真的觉得这个太草率了 草率吗 我是一个表演爱好者 但真你真不能这样刁难我 请表演一块五花肉被烤熟的过程 不是 这种表演啊 是平时是很难看到的 你怎么 来来来来 你怎么不让苏格拉宁来一个呢 苏格拉宁你给我来一个 来来来来 苏格拉宁不行 苏格拉宁被烤完以后没有 大家没有这种快感 苏格拉宁你去去去到旁边看着去啊 就我还得表演出来这个 配上刚才那个姿姿的声音 好不好 来 预备开始 哎呦 哎呀哎呀 有了 焦了焦了 快吃了 是吧 快架起来快架起来 你这表演的是凤尾虾好吗 不是 来 加一把自然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我这一题更逗了 啊你这什么题 请听题 哎 甲乙二人在餐厅点了二十串烤串 甲每分钟吃了三串 一每分钟吃了两串 请问 他吃的是羊肉串还是牛肉串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问几分钟吃完 这什么题 这都是什么 从你们刚才的表现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们酒餐厅的员工 对烧烤的知识严重的缺乏 但是今天呢 来了两个新人要来应聘 所以呢 哎 人家要来做实习生 谁啊 看看他们的专业技能怎么样 哎 有请我们的实习生上场 还来抢我们的活 哎 哎 哇 佟大为专业 不够 请坐请坐 好来来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一对嘛 对不对 啊 好 考验一下你们的这个默契程度 好 明年的这个时候 明年的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一起吃一顿早餐 你们吃什么 早餐 一起回答 預備开始 小米粥 你说的是什么 小米粥 小米粥暗号 哎呀这是 小米粥旧饺子 你把这饺子煎了的话 小米粥旧饺子 还有有几星客运 哎 对 愣凑不行 对吧 老板扣扣的工资 扣工资 扣工资吗 扣工资 这叫黑店啊 怎么在刚来什么都没干 这扣工资啊 这明年 周二宝 明年你这天早餐吃啥 我今天都病这样了 明年这天 不定能不能有我了呢 对对对 别这么说自己好吗 这样 冲着你俩是来抢我们饭碗的 我就问一下 你们干嘛到我们餐厅来应聘啊 不是有好多好吃的吗 咱们当然是了 所以是慕名而来对吗 慕名而来 知道炯餐厅是炯老板开的 对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同大食堂 我们来偷异的 同大食堂 对 这是一个什么 你要新开的餐厅吗 想学炯餐厅 然后也把它做成一个食堂 但是你是吃货吗 太是吃货了 太是吃货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微博 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讲吃的 最疯狂的是有一次去兰州参加活动 然后我一顿饭吃了五碗牛肉面 一顿饭吃五碗兰州拉面 叫兰州牛肉面 书哥 正宗的都叫兰州牛肉面 人家不叫拉面 叫拉面的都是西北其他地方的叫法 那是因为你吃的那个牛肉多面少 我们吃的都是面多牛肉少 它就是很多 我吃了五碗 要问一下这个关于 平时同大为在家自己做饭吗 做 真的做饭 对做很多各种各样的 东北菜吗 东北菜算是其中一种 比方说凉菜啊 然后排骨啊 红烧肉啊 清蒸鱼啊 很多 红烧肉我做的是上海的口味的 对 是从我们那个上汽食堂那个阿姨那儿 偷学来的 对 偷学来的 那关于也会做饭吗 我会 他最近新学了一道那个红烧海参 红烧海参 不是那种海参拌面吗 海参呢 好丢了 好丢了 关于也真的很贴心 说起自己老公做饭的时候 就一直在咽口水啊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把这帮人凑齐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烧烤啊 但是大家对烧烤完全的不了解 我现在对蒸餐厅 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可不可以给我点信心呢 哎呀老板我呢 我认识一个人 谁啊 他是特别特别懂烧烤这个人 真的吗 当然了 就我们东北锦州人 锦州的 烧烤协会的会长 哎呀李志 掌声有请 有请 有请 总老板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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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意兴隆 欢迎李志 你好你好你好 家里来人了 哎呀 那我们先让李志先生介绍一下 自己的这个身份和title好吧 我们有一个烧烤行业协会 我是会长 做了13年 烧烤还专门有一个行业协会 对 你们听说过吗 这个还有认证吗 有认证有资证 继续注册的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这太专业了 第一年又成功申报了这个 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是技艺传承人 烧烤 现在已经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对对 哦 哦 一定要让一一一去尝试一下 好不好 好吧 一一派给你一个任务 到锦州去亲自刺探一下烧烤行业的状况 对 好 我们实在窦图 就被冲发 我们实在窦图就被冲发 耶 这叫谁呢 这是谁呢 这是谁呢 这是我能哥呀 你好 依依 我跟你说 我早的事你要来了 你咋知道呢 小宝告诉我 要我接接待你 接待我 你就给我叫到这儿来 那你一会尝尝你就知道了 在我们东北有这么一句话 大金链子小手表 一天三顿吃烧烤 三顿都吃啊 锦州烧烤就是一个字 好 贼来好 咱们先自拍一个 耶 给我来一个 标准游客照 一二 鞋子 能哥 咱走着 跟我来 走 确定这是烧烤店 这么豪华的烧烤店 没见过吧 哥 谢谢你 带我长见识了 你想吃啥你就看 随便 今天全是我安排 那兜上行吗 兜上 兜上 好了 咱那个经理在不在 在 来来来来来来 这不刘能老师和一大美女吗 咋能有这么漂亮的经理呢 我一看您 这怎么又有一种感觉像大脚 特别兴趣 长得一匹大脚好看 这脚没太大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本店特色是三味虾 鲜鱼 小串 鸡针 鸡脖 鸡头 你看你喜欢吃什么你就尽管点 对 像林文老师总废脑 吃点鸡头骨骨脑型 你别光光我爱吃的 你爱不爱吃 你呢 我爱吃养腰子 我们带来这个吃货 喜欢养腰子 女孩吃腰子会被人笑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好吃天下美味 必须尝尽的 妹妹啊 今天是我做东 请我妹妹吃烧烤 你不用心思我都多少钱 随便上 你就随便点 不用打折 无差钱 对不对 你要赶紧我们打折 我们就给你打骨折 妹妹你就 就这 哎呀 还真给金链子打骨折 就这么大金链子 它能差钱吗 不能 一点不能 把手拿过来 今天就照这个金链子吃 值得吧 我哥是讲究人啊 必必的 行不行 必须行 赶紧走 待会儿 别老哥手摸 吊晒来一会儿 来 吃个蒜 很多南方人就理解不了 为什么大蒜是东北人比较爱吃的 一会儿你吃烧烤 你吃个生大蒜 你看 哇 哎 这个是那个小串吗 你尝尝 这是最有特点 一口串一口蒜 你吃一口 爽不爽 好好吃啊 它的肉特别鲜嫩 你知道这个东西谁最难受啊 一个是观众看着了 吃人最难受 再一个摄像师 再一个最难受 兄弟来了 来一会儿来 你等一会儿路呗 来来 给它吃一口 可好吃 哎 哎 你让它录 你给它录上 老伙 哎呀 这个 报号明来 这是啥 羊腰子 羊腰子 我最爱的羊腰子 好大一个呀 我的妈呀 我现在是眼睛跟转 一会儿再也不停头 我就 我就跟它跑上了 赶紧 赶紧给我第一个 你说吃啥吧 吃啥 来 来来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没事 吃啥 我怕我吃腰子 找不到男朋友 原始人类 你快点上去 真的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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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男朋友也得天天吃这个腰子了 真的是满口喷香 它是种因为这种肥油都还裹在外面 所以它的香是完全渗透进去了 然后它外焦里嫩 你不是最愿吃它吗 上手 来 看我吞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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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这些 他没把那个籽给撸出去 好辣 但是你知道吗 有样东西我其实有点不敢吃 这就是养眼 吃啥补啥吗 这个 会爆姜吗 你现在是双眼皮吧 吃完能变单眼皮吗 说好几词 来 张张张张嘴 有点不敢 没事 怎么样 是吃我小肉有弹性耿球的 刚吃下去有点像鸡菌子 吃到后来有点像鲜子肉 对对对 然后吃完之后 发现我是吃了个羊腰子吗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你一看 吃上瘾了是吧 以后东北来不来 给妹子找一男朋友在这 要有大金链子的 我给你找一个 而且 开烧烤店的 我让你吃得够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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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没来呀 回来 她喝酒喝不过 真的吗 那肯定的 爸 爸 看见没 你缠不缠 缠赶紧回来 哥都有点想你了 你吩咐的事 ok不 你看看够不够敞 敞亮 我尽量都压那儿了 还有老妹来 等会儿 你这是来 敬酒了吗 东北人不止烧烤好吃 我们还比较热气 我确定要整那么大一杯吗 确定啊 我先干为净了 不是 这里有一 两瓶啊 东北姑娘就是豪气 你看 这我湖南姑娘 怎么能输你呢 我不行 我必须得干了 这小宝这给我整了一个什么人呢 这是啊 怎么样 能哥 老爷们就该干老爷们的事 我现在我不想当爷们 我想当娘们 我想当娘们的爷们 来干了 来干了 小宝 我干了 我还想起来 我还带了我一朋友过来 怎样 他胃口特别好 真是 你看 来给我看 我看 你这朋友别说 你这朋友脑子挺大的 你别老哈哈老笑 你哈哈 你这吃货 你看 你腰子吃几个了 你看 臭不要脸 我感觉你正在说我 我告诉你 别让她 让她坐一会儿休一会儿 小宝 你先坐这等会儿 一会儿我给你考一个 他有名字的 叫苏格拉宁 苏格拉宁啊 简称简称苏宁呗 哈哈 哎呀 哎呀 哥你咋知道她小名呢 哎呀 想要我一行就是在我身海 哈哈 我是有这喝多 哈哈 哈哈哈哈 太牛了 你看我这个保安 我混得连那个一个狮子 都都都混不过 我也想吃 甭说狮子 甭说你我也不如啊 不过姐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都说乡女多情 在这里头 大口吃腰 大口喝酒 整个一女汉 再说了 你到东北去 哥是让你完成一个 不同的任务 在东北那块土地上 提到喝酒 你还敢跟人拼酒 你这你多弄嘚瑟 阿迪我不是把能够 给喝多了吗 你行了 你好不到哪去 自己喝的脸都红了 一个劲傻笑 嘿嘿嘿嘿嘿 能够把这个烧烤发展 成为一个食文化 真的要向人家学习 对 我们怎么样 可以体验一下呢 老板你不是体验 我觉得得给咱们 加一个考试的项目 蒙眼吃烤串 蒙着眼睛吃烤串 对的 来我们上烤串了 这项目好啊 这不是烤 这只是吃啊 今天我们挑选的这些啊 就要让你们蒙着眼睛 来猜出它是什么食材 感觉很刺激啊 很神秘啊 太可怕了 如果猜错了呢 更刺激的就在后面了 干嘛 看到那一杯小小浓缩 就是精华的饮料了吗 来自我们老横河 全系列特饮 全部都装一块了是不是 那么谁先来呢 谁先来 我先来 我们哥俩 我们哥俩去 把眼罩戴上 三二一 走你 哎我去 我怎么感觉你俩戴上以后 有点像一梯外星人呢 这手指头伸出来一个 哇 我的天哪 我有一个要求 可不可以不要给那种奇怪 什么昆虫之类的给我 这个你们就不要管了 不许偷看 好吗 先闻一下感觉到了吗 好 现在张嘴 张嘴 撕一块 撕出来 撕出来是什么东西 不是摸的 对呀 不让摸的 你别扎着我 把老鼠那头要 先来 感觉一下 有骨头 你看它能有 它应该有老鼠吗 这是什么 我就害怕 什么呀这是 什么 那我看着我都不到什么模样 吃不出来吗 是个鸡肉 鸡肉啊 好 再来一个 这个可以用手 这个可以用 用手 用手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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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人吗 不咬人 它张嘴也是死的 它死的你怕什么 好好好 把它放到嘴里去 把它放到嘴里去 我不敢 把它放到嘴里去 它没有别的 放到嘴里去 没有翅膀 翅膀没了 我的天哪 翅膀你不知道你吃了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你吃了什么 来来来 吃饱油了 好好好 现在最后一个是非常刺激的 哪还有啊 非常刺激 好好好 翅膀你这还有一个 我不行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那你别的不行 这个吧你上手摸就行了 摸摸摸摸摸摸 上手摸 来来来来握握我手握握我手 我饿摸摸摸摸摸 所以这个能猜得到啊 契林的下肚窝子了 没事 没事没事 摆一点 摆一小截 好了 带指甲 这是隔地手 这是隔地手 这知道肯定知道 这是什么 哎 哎哎 哎哎哎 抓一点 抓一点点把它掰下来 抓一点把它掰下来 哎这就知道了 这不是手指头吗这个 来 尝一下 一共有三样东西 所以你的答案 第一种是什么 是鸡肉 第二种 第二种是辣条 辣条 第三种 第三种是鸡肉辣条 现在请你们摘下一眼照 请看 李会长 给我们揭晓一下 考的这是什么 这个是考安蠢 考安蠢 大家看一下 而且是工的 是工的这个小安蠢 这个我可以揭晓 真是辣条 真是辣条 辣条 我都没见过 最后这个凤爪 味道怎么样 确实不错 确实真好吃 真好吃 小宝哥尝尝 来来来 他今天真不能 我今天用吃这就废了 小宝你要冷静 你肠胃还没有完全恢复 好吗 他已经说了 等哪天回锦州吃 好 现在我们就 安排我们的实习生 来进行测试 为什么都要虐狗 这是 这个真是很惊悚 好香 很香吗 先闻一下味道 闻一下 是什么 尝一下就知道了 这是鸡屁股 这是鸡屁股 这只鸡太不容易了 真的吗 是不是 这真是鸡屁股 你是不是经常吃 你爱不爱吃吧 你们可以尝一下 一定会给你们惊喜的 是鸡屁股吗 好像是素的 素鸡的屁股 素鸡屁股 素的 素鸡的 原来是长得像鸡屁股的大蒜 大蒜 我想怎么样 好极了 这个不能用手抓 因为用手抓就不行了 来 用力 刚才我要吃这就完了 特别惊松 完了 看看我们吉林人的表现 你看我感觉 光月吃这个 还是有一点惊艳的感觉 这边瞪个大眼 好 带我一 来 来 别动 头不要动 头不动 好 咬一口 我这使劲 使劲 使劲 你们太残忍了 怎么能吃鸡头呢 藏出来了 好厉害 我用嘴感知这个形状的能力比较强 看来是咬过不少鸡头 还有鸡屁股 所以你们答案是 一个是鸡头 一个是鸡屁股是吧 对 有头有尾 真的是鸡头 真的是鸡屁股 牛油果 牛油果烤完了以后是很好吃 很香 它质感有一种吃肉的感觉 主要它软软的 现在让你知道一下 鸡屁股就是这个质 是这样的 而且是素鸡屁股 好吗 那第三对尝试的嘉宾是谁呢 是老板 老板 该是老板 是我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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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哇 这啊 这是黑幕吧 你们故意报复老板吧 来 来 来 老板 我可以用手摸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哇 我好害怕啊 先来这个温顺的 哎呦 这一点不烫 首先我确认一下 是食物吗 这是吃人吃的吗 那被忍 那被忍 有的时候别的动物也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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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舌头 感觉一下 还在转 还在转 来 来 来 吃一吃 撕 撕 感觉是个圈 对 应该是内脏 一种内脏 对 去看一下 来 下一个 这个太厉害了 这非常好 大博 这太有弹性了 这也大补啊 这也很香啊 你赢了老板 分析这是什么 这感觉是味道有点像肉筋一样 好 那么来把您这个 揭晓答案了 来 揭晓了 这是什么 这个什么 风心粉 我尝到了有一股那个 有一股宁宁的味道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烤铜心粉 真的是铜心粉吗 这个呀 这个叫肉牛油果 鸡屁股 能不能 搞了那么多鸡屁股 我的天哪 非常感谢我们李师傅 提供了这么多很特别的烧烤 感受了一下 锦州烧烤 所以李师傅送给谁呢 送给小宝哥吧 我们必须是参赛人员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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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因为 老板 别啊 老板 您这样我都忍不住 想跟您一块干了 我没说我要干呢 咱俩每个人都尝一尝 好吧 别让老板一个人都干了 这才像话 下个月就不扣工资了 得了 你看我们多难 我们多难 放在一起居然没有违和感 好 我现在想吃螃蟹了 很有幸 终于尝到了这个锦州的鸡屁股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独乐乐呢 我们必须种乐乐 所以咱们第一道菜开始给 在座的各位顾客上锦州烤串 上菜了 来 送给你 好 尝一个 来 算 站着吃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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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锦州烧烤吃的差不多了 我们喝个酒 解解腻 来 我们拍戏的时候特别逗 就是串烧的那个摊子 叫到剧组里面来 这非常受欢迎的 这边拍着戏 那边烤着大家休息完了以后 一群清朝人你知道吗 蹲在那儿在撸串 关岳就有没有吃串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我家长春嘛 所以就是烤串随处可见 然后我烤串一辈子也忘不了 是因为我因为吃烤串把那个特别烫的那个签子 这脸上流了一道疤 这脸上流了一道那个疤 关岳本身这两边有两个这个笑窝 就是在 原来是撸串撸出来的 撸串出来的 关岳你对大为的这个事迹都熟吗 我就知道他挺能吃的 挺能吃的 挺爱吃的 今天我们特意找到了一个对大为特别特别了解 认识大为的时间比关岳时间还要长的一个朋友 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 你好 许诚师哥你好 又还叫我师哥呢 你跟大为是什么关系啊 他是我师哥 我是师哥 我来97年在考场认识的 那你对这个佟大为了解吗 婚前都挺了解的 婚前挺了解 哎呀很会说过 婚后他就再也不理你了是吧 不是婚后应该别人比我更了解吧 那你知道佟大为有什么故事可以给我们大家分享吗 就一定要是连关岳都不知道的哈 那也太多了 有方向吗 有方向 我就问你一件事 他爱喝酒不啊 作为东北人 他爱喝 而且他酒量特别好 那他喝多了以后什么样 有一次在学校啊 咱们都买个小电视机 然后接个DVD拉片 看电影啊 我俩呢就在外面 吃上饭回来了 喝的呢有点晕 他可能也有点就是高了呢 有点那种感觉 这个影片里面啊 正在夫妻俩吵架 然后呢 他为了证明他以前拉过这个片 他就知道剧情 他就告诉人家这女呢 你原谅他吧 他其实后面啊 他不是这样的 你看你怎么不听他说呢 就是说对着电视机 就是这一男一女吵架呢 他就告诉我 你不要跟他吵了 剧情后面的发展是那样的 盯着一晚上 这边拉片的时候都烦了 恭喜你你赢了 你没说这个是一个外国片啊 我那时候说的还是外语呢 那阿维在认识官员之前 谈过几次恋爱 这这这这 这是什么 说说说说 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信号不好了 信号特别清楚 我特别听清楚你问哪句了 那时候啊 年少懵懂 谈恋爱的人啊 无论男的和女的呀 都处于那种 智商比较低的那种状态 你知道吧 对都是这样 所以呢那会儿我在谈恋爱 就根本就没注意到他 你知道吧 他说他一直在谈恋爱 没关注我这事 没关注你 对对对 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关月在这里是不是 我晚点请你吃烤串啊 大卫你能猜出来 这个朋友是谁吗 这是一个好朋友 那个冯鹏 我们俩一起考学 然后那个第二年 他年纪比我大 但是居然做了我的师弟 然后我们在那个 男生寝室楼冷水浴池里 都碰见了 俩人光不出溜的说 我说你不是那个什么 去年一会儿考试的那个 对对对 形容一下你跟大卫之间的友情 是怎么样的 我俩之间就是 不怎么接上见面 有事打电话 相约的到老了 还能在一起喝酒吧 撸串 所以是撸过串的这个交情 大卫 就是咱们那个时候 在学校的时候 我记得戏剧学院后面 沿岸路那边外头有很多烧烤摊 在你印象当中吃好串 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最深的就是夏天 喝着那个冰镇的啤酒 都不用杯子 然后吃着那个烧烤 然后最重要的时候光着膀 蹲在那里的一个气势 对对对 是不是那种脚上踹踹一箱啤酒 不是那种 哈哈哈哈 这样 这个 对对对 对对 来来来来 坐上来 坐上来 不费不贵 这得是这种的 对对对 特别贵 它撸串很坏的 就是它表面上说 这个东西你没吃过 我给你点一份 你吃 吃完 chord问你 说好吃吗 我说好吃 他就说那我也点一份 我说不好吃 他说那我就不点了 他是这样的 他也没吃过 他让我先尝 真够意思啊你啊 好 非常感谢我们的 好朋友冯鹏 谢谢 谢谢 谢谢师哥 谢谢师哥 一个撸串的交情 冯鹏每次来家里 喝酒的时候 也没讲过这些啊 不是那个 说了半天 吃烤串点事了 师哥这么好客 咱们也得好好客 师哥 我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饭 对对对 我请你吃饭 不在咱们总餐厅 没有咱们这儿 饭餐厅的菜好 但是肯定也让你难忘的 那大维哥要请我们吃东西 你跟我一块去吧 我就不去了 让麒麟去吧 他年纪小长身体 得云一哥得罪不起 行 那咱们实在囱图 九倍团 我从小栽本经 一路是土上土咱 说实话就到了 对啊 你看这写的本市民居 飞行陌入 好像以前也有贴这种孩子 因为旅游的游客太多 特意贴这怕旅游的人们 误闯不进 对对对 敲门吗 您别着急 这四合院讲的特别多 您比如说这门 这在四合院里就不能叫门 这叫训门 训闭了那个训 不不不 这个门是训位 所以叫训门 到这儿这门 能想这么敲 那不对 好了 它有门环 这个门环设计 就是相当于 现在咱们的门铃 所以必须得扣门 师叔 师叔 没人开门呢 那我就告诉你 规矩的确是这样的 这个老门环要后门 对 但是一般我们都是按密码锁 问一下大为 大为大为 我们在你门口 你这边的这个密码锁的密码 是多少 他给回了一个是 天下第一吃货的生日 第一吃货的生日 查一下佟大为 02 03 这电动门 太先进了 太先进了 着急了 好一个可爱的小院子 好可爱的小院子 真是盗作坊 太棒了 咱俩怎么没人 你们来讲讲 看个物理 这屋里双羞也不错 大为人呢 这门也锁着 都锁着呢 龙大为 David 咱俩来早了 好冷啊 下会太阳 跟这儿坐会儿 我觉得它交代我们吃的东西 肯定是那种老北京的这种风味 什么炉煮啊 还有窝窝啊 暴躲啊 咱俩 咱俩 童大为 你在哪里啊 龙老师 还不赶紧出来 我没有力气喊了 我饿啊 他怎么还不来啊 他还不想回家 真的走吧 春去秋来的陌生 却遮住了黄昏 还也剩我一个人 等清晨 实现最独的仇恨 是有 好肉来了 好肉来了 哎呦我的天哪 师哥 师哥 不好意思 师哥 来 久等 久等 我们在这儿干了半天了 不好意思 这什么呀 地道的东北烧烤 泥炉烧烤 看着吗 专门为了今天烧烤 我做的泥炉 就这么一个 别看这泥炉不怎么着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特别地道 地道 来啊 咱们就开始来 天哪 还得干活上你这儿 原生菜嘛 看你自己烤 我们自己动手 这东西吃才香 还要钻木吗 哦 有带火 还有一条 拿 拿几个纸吧 不用 这火柴一点就着 真的吗 不是 不是 天哪能点着呢 那个卖我炭的人说 这个就火柴和这个炭 就是一点就着 你没有觉得自己被骗了吗 太好了 哎 冒烟了 火柴冒烟了 好 抽几张纸 抽几张纸 哎 行 扇子来了 对 我来 我来 扇一扇 来 给我一个 你来一下 我觉得差不多了 咱是不是可以烤 好 来 上等的内蒙羊肉 就这么一整排放上去 先让它画一画 您怎么把火锅帮带来了 我这看着不想烤的 我这精心腌制的 您还真是一个行家 我请师哥吃饭 我哪能那么随意 来这加点纸吧 这种做法简直是太奇葩了 这盆 只烧羊肉 不是特别哑观 是特别的不哑观 我不给个夹子 对 还得手翻 哎呦天 看 是不是画了吗 我觉得有戏 啊 这纸比那个炭好用 今天一会儿我们也没有筷子 也没有盆 就是用这个一片一片 这个肉撕下来 直接塞嘴里吃什么 原生菜 你看这边上这个 表层这个 差不多就可以吃 已经可以开始吃了吗 我们可以把它一块块 一片片撕开行吗 是不是还是有经验 传说中的 东北的这个 泥鲁烤肉是这么烤的啊 东北原来满族人比较多嘛 游牧民族 我今天已经感觉到一种 游牧民族的气质了 你们俩还真的在那扇 你们真的觉得有用吗 有用啊 烟熏它也是一种 那个烹饪的方法 手指烟熏内蒙 东北 泥鲁烤 烤羔羊 我特别想把这个纸 塞你嘴里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让童大为来 请我吃饭啊 哈哈哈哈 哎呦后面还粘着纸 哎呦天 这个我觉得差不多了 可以吃了 因为它肉够新一些 我觉得这个肉 得蘸点芥末 你试一试 你先尝一口 你试一试 你告诉我熟没熟 熟了我就吃 它不能吃太熟了 因为它肉够新一些 你一定要尝试一下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哈 好 别唱了 别唱了 去 我 不不 我 不不不不就可以 别不不不 那我觉得 要不就 换个别的 泥鲁烂 焖扇被 海 直接就放这 哎 这这得烤 这个 这个咱不烤 盖上了 哎 这不能太熟 一会 准让那个冰茬 稍微化一点 这是一种吃 现在 我的扇别 我的沙恩杯 为什么要让同大围请我吃饭 师哥 好了 这个怎么弄出来 用手 你不是喜欢用手吗 你以为用纸包上就能用手拿出来吗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同大围 师哥 好了 熟了 太恶心了 请师哥吃个饭 师哥 我这是扇贝 手指 不是 卫生纸 不是 纸巾闷扇贝 我们这个实在囚图节目完全做不下去了 同大围 快把好吃拿出来 这就是好吃的 咱们走吧 叫不着朋友了 我拿来这 别 师哥 再见 上烤全羊 上烤全羊 哇 真的是烤全羊 师哥 您来我怎么能 我这是下了本钱的 这是宁夏延迟的 摊羊 肉质是碱性的 对身体特别好 哇 这个再诱人了 我回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四个小时终于看到好吃了 给你介绍介绍这个摊羊 这个羊是属于宁夏延迟的摊羊 四十天左右 没有吃过草 喝奶长那么大的 就要烤多长时间 四个小时 咱这是慢火制烤 而且咱这个羊是没有腌制过的 是生羊烤的 然后咱吃这个烤全羊也是讲究五吃 带手套直接四十吃 先吃这一层羊胎膜 比较酥脆 它这个烤熟了以后一入味 这一层羊胎膜全是酥脆的 就最后上桌之前咱上一次料 然后口味稍微重一点 咱还有蘸料 蜜质的蘸料 五十六种中草药 五十六种中草药 对 大补啊感觉是 没白等 来来来来 咱们开烤吧 好嘞 油了师傅 是不是差不多了 已经完全好了 您可以开始最后一步操作了好吗 因为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看它外面的这个皮已经非常脆 很薄了 里边很嫩 下刀就没有咯咯咯咯咯的那种感觉 这是干嘛呢 这个是上料 上料了 对 这个就是什么五十多种那个 中草药蜜 中草药 对 吃了咱们这个药有什么作用啊 普通的羊吃了上火 但是这个羊肉吃了趋火 哇 哇 太香了这个 我的天哪 可以了 哎呦 哎呦 我觉得这旁边的这个绝对可以了 啊 我这不爱吃羊肉 我试试吧 我试试 我认为这种酥脆的感觉啊 我们总餐厅的这个观众时刻是没有办法去尝到这个 大家可以看啊 透过这个光线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皮儿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透明的地步 来 看一眼 一般是脆的 这不是我手套的声音 是这个拍膜的这个声音 师哥 我听说您不是在减肥吗 是不是少吃点 我当看到这种食物 减肥计划马上就告吹了 我的减肥计划是随时暂停的 没有想到经过漫长的等待 佟大为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好吃的烤全羊 值得 郭希林不吃羊肉的习惯也被改变了 20年不吃羊肉 希望呢下次继续为我们安排 但是呢手指烤扇贝这种程序就可以免了 对对对对 不能让你们轻易吃到 不能轻易得到 太过分了 这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好东西得放到最后 OK 谢谢大为 谢谢大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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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您也吃太多了吧 您口口声声说要减肥 吃了那么多 但是好像吃完了人瘦了 那可能补瘦吗 那个 我们就喝风了我们 看在这个烤全羊的味道 那么好吃的份上 我们就原谅大为了 让我们在风里吹那么长时间 但我们不能原谅你 咱们有我们的份呢 你们要吃别着急啊 我们冲餐厅啥都不缺 最 啥 啥都 啥都缺 啥都缺 就是不缺好吃的 是吧 我告诉你 今天 所有传说级别的烧烤串的奇人 全部汇聚到我们冲餐厅来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西南西北中原三派烤烤大师上场 掌声有请 这个一看就是来自新疆的朋友 对不起 来自云南的朋友 来自群岛的朋友 介绍一下自己 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司马依 来到新疆 为玩手 人家的身份可了不得 什么什么 人家是新疆烧烤银奖的得主 而你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这个烧烤总监 首先在新疆能够得到这个烧烤银奖 这很不容易 因为新疆遍地都是烧烤的 问一下您年龄是 年龄32岁 32岁啊 那我们一样大呀 那是32年前32岁 学坏了你 没有没有 难怪管我就大爷了 老大爷了 那我们下一位师傅呢 我是戴主 名字叫曹岩相宝 谢谢大家 他们那给我留下印象 最深刻的是烤那个鱼 烤鱼之后 用那个他们一种特殊的料站着吃 酸酸的辣辣的 然后还要烤韭菜 烤木瓜什么的 对对对 烤木瓜 我喜欢看 这真的不 终于来了 今天身体不是 保重身体 我又控制不住了 我的 保重身体 上苏宁一购APP 搜实在种图 领现金红包 本节目由苏宁一购 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这一刻 更清晰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9S 特约播出 大宝哥 下面这一位 我是来自青岛的王姐 王姐 大家都称呼我王姐 之前在青岛拍戏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王姐烧烤 都是人家开的 不仅都是她开的 你知道吗 王小明回青岛 都得带着妈妈 去她店里吃烧烤 我的天哪 一代宗师啊 王姐可以说是 撑起了青岛烧烤的 半边天 但是要知道 至今都没有人知道 王姐长啥样 传说中的庐山这面目 本来还是一个谜 现在解开了就不神秘了 解谜不怕不怕 王小明黄博都露脸了 就怕什么 创业的时候有碰了什么难处没有 开业之初 还是很困难的 挺窘迫的 那开的时候呢 我一个人干了六个人的角色 之前采购我还把了大关呢 我们说了半天哈 最关键的东西烤得好不好 咱们得嘴巴尝一尝啊 哪尝 欢迎来到我们的 十业厨房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十业厨房 今天十业厨房可是不得了啊 聚集了三派烤串的师傅 分别代表西北西南还有中原大地 今天的这三派将要在我们的十业厨房 展开激烈的角逐 煎一起全部都尝一遍 尝完以后我们开始举手表决 怎么样 好 好 咱们先看看这位新疆师傅 您现在在烤的这几样都是什么东西 能介绍一下吗 这是咱们新疆的红柳烤肉 我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来 来吧 可是导演 这红柳汁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个红柳木啊 红柳木这夏天的时候烤完以后 它自己会有这个红柳木的这个香味出来 正好解这个阳山味 是是是吧 所以特别要用这种木头串齐 是有它的道理的 等于说在烤的时候 这个红柳汁里头也会渗出汁液 对对对对 我发现您这个孜然 好像和以往的孜然不一样 对对是是 咱们这个孜然也是从新疆发过来的 去年发过来的 对这个孜然呢 就是咱们抹萃 从新疆发过来以后抹萃 萃完之后 插到这上面更长 我感觉是想 感受一下 大为炯死了 怎么 谢谢 谢谢炯老板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羊肝 羊肝 对对 这是咱们 咱们羊腰子 大腰子好 来吹一个 今天我真是活现 宝哥我帮你 来来来 宝哥哥我来我来 腰子我来 哎羊腰子来大为 来来来来 再不吃一个 我这不敢吃 来一个呗 肚子坏了不敢吃 好吧 别别别别别 你补不行 我别补了我 您准备这什么猪股丽奶 这是 这是咱们奶茶 是解腻的吧 解腻的 我特别喜欢喝这种奶茶 这种奶茶是咸的 来我们南北争霸 为他们干一杯 好来啊 来先看北京 先看北京 有一年冬天的时候 我到新疆 他们又浇杯酒 你们俩玩完了吗 看着好好喝 我们看看下一种怎么样 哎呦宝哥你都到了 我一直在这看着呢 您现在正在切的 这是什么 好小瓜 哎 看着有烤鱼吧 我当年就在那个云南拍戏 就吃那种烤鱼 对 罗飞鱼 嗯 好香啊 香茅草的味道 好哥 其实我觉得 真的就觉得你好惨 我昨天我特意喂 今天我还流了肚子 我真的不骗你 这鱼咱们要不尝尝 这肚子流的 嗯 这肚子流的无腻 这个鱼也太好吃了吧 搞事情了一句 你看着 特别棒 你看他们吃的呀 哎呦 我吃起来我比他们香多了 我都 急死我了 真好吃 咱们赶紧上下一站看 一会儿别吃饱了 小宝 你就在这里烤着啊 嗯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慢慢烤着啊 烤熟了我们过来吃好吧 我们要去看下一站了 咱们看看王姐 尹正 尹正 鱼 走了 走了 尹正 你就 你就出息吧 尹正 丢会儿人得了 咱走 咱走啊 别让人看着显然没出息了 来来来来 就剩个鱼脑袋 哎 我发现这里的家伙事儿不一样啊 这是个什么微波炉吗 电口行 那怎么设计的 是电口的是一种新的烧烤方法 哦 哎 这云云讨好的 大伟 大伟 来了来了 来来来来 哎呦 谢谢 尝尝吧 咱这个的特点是 好 你在这 外干内论 来 来来来来 来来 你过来 来 你闻一下 你闻一下 哈哈哈哈 哎 我给我吃 好香吗 好香吗 是不是特别香 是呀 它真嫩真嫩的那种特别香是吧 我感觉我的牙齿可以被你 被你个肉跟 呸就弹开了 用这种方式来烤海鲜的话 海鲜也可以 烤的时间更短 更嫩是吗 不行 烤海鲜不行 那烤海鲜是用什么方法呢 海鲜一般都是油炸或者是水煮 带我们去看一看 好 好的 看看我们的鱿鱼 这个是王姐烧烤里面的蜜制酱 对 这里面是什么样的配方呢 三十多种调料 但是保密 我给 接啤酒 哎呀 好啊 好啊 哦 这对 在青岛喝啤酒是用这个塑料袋喝 袋皮 很香 我要去勾益一下小宝哥 你叫这是啥不啊 这是鸡针 这是啥不啊 这是鸡心 对 你觉得哪个好吃 这鸡心好吃 你错了 两个都好吃 我也吃好吃 我也吃好吃 对 我终于可以吃一口猪桶饭 老田了 这么好吃呢 蓝筋 哎 两头堵过呀 你让我试试 你让我试试 这是干净的 这是干净的 吃吧 很甜的 很好吃的 早吃差远了 你都没有味 你吃完这个 你吃啥都没味 你们吃的差不多了吗 差不多了 来来来来 现在我们要来评选一下 个人的最爱 我喜欢吃那个烤鱼 因为我觉得那个鱼本身很鲜 然后同时它还有那种 香草的味道 自然的感觉 对 那个红柳木的羊肉串还是 红柳木的羊肉串 对对对对 确实是那个树枝里边有什么油烤出来 好像就那个肉吃起来没有平时吃那么山 没有山味 隐正 我就一直是喜欢吃白肉嘛 我在这个王姐的鱿鱼和曹师傅的这个鱼之间呢挣扎了很久 鱼都被你吃光了 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就是食物有时候就像女孩子一样嘛 我要对她负责任所以我要选择那条鱼 齐鱼呢 我打算嫁到青岛 这个青岛这个大鱿鱼烤的实在太好吃了 那你跟王姐好好聊一聊 让王姐给你介绍一个 我就吓我一跳 你知道吗 说心里话让我在这个当中选实在是太为难了 三种不同风味的这个烧烤啊各有所长 所以呢 齐连你来总结一下好吗 太好了 想吃羊肉去新疆 想吃独特香型的烧烤就得去云南 要想吃海鲜 还屁熊 必须去庆头 到庆头 太棒了 真的我们这个节目每次在这个环节的时候 对我们的食客都非常的残忍 所以呢 接下来呢 这种西南西北和中原三派不同的烧烤 必须让我们的食客尝到马上上菜 上菜 大维和光业今天来玩的开心不开心 好好吃啊 特别开心 真是没有什么过节是两次撸串解决不了的 对对对对对 希望你们下次还能够回到我们的囧餐厅 好 世界那么大 活下去尝尝 我老板呢 抓起来了 太棒了 搞事情了你 行走的表情包 销魂中带着吉时 感谢收看苏宁EGO 实在种图 欢迎登陆爱奇艺优酷 QQTV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感谢网易新闻客户端 新浪微博 清浪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端 网易娱乐 红织娱乐 标普娱乐 中古新闻客户端 凤凰娱乐 凤凰新闻客户端 光明网 新华网 金日头条 Zart新闻等平台 对本来幕的大力支持 欢迎登陆微博 实在种图 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 世界那么热 我下去尝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